中文字幕 李宗盛 跑步你都叫他什麼啊 神人 因為他真的很神啊 沒事就是從高雄到台東這樣子啊 用跑的跑去啊 然後再坐車回來這樣子啊 我覺得最漂亮的是跑在梳花的時候 我就跑在梳花最漂亮 很多時間我都是一個人之一胖 抵達終點 46歲超馬跑者吳震宏 終於完成人生中第一百場 百K超級馬拉松 我已經沒有在追求馬術了 而且我標馬已經很少跑了 所以說標馬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現在比較注重百K的賽事這樣子 好朋友 很久不見這一年 是說 judgment的 說路馬嚇死了 很久不見 那太了 真是不見 月子欣賞 真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就觉得 不然就来试试看拳马 我也不知道哪来勇气 然后就临时报名了拳马 拳马初体验 吴振宏跑了五个多小时 才完成 但也让他更深刻体会到 跑步的乐趣 你开车经过 跟你跑步经过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的感受 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像最近跑的南回 你开车经过 反而觉得会没有什么感觉 可是你自己一步一步 这样跑过去的时候 会有另外让你一种感受 就是说你在一个人的时候 跟开车的时候 是一下子 有时候根本没有 好好的欣赏这片风景的感受 是不一样的 但更重要的契机 还有这个 那时候结婚好几年都 小孩子都生不出来 他也去医院检查 也没有什么问题 2012年开始跑步后 没多久 就更之前 就那时候跑步没多久 我老婆突然就怀孕了 我就想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缘故 就从那个时间点开始 疯狂的在 应该是说台湾的赛事 是几乎常常几乎 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都是 报名在参加吧 大部分啦 去台北参加赛事 都是非常累的 因为通常 在台北的住宿很贵 然后我们为了要省钱 像我之前去参加 阳明山的马拉松 为了要省钱 就五百五下班 就坐夜车上台北 到那边可能是凌晨 然后再坐 计程车到会场 可是那时候还很早 因为几乎整夜没有睡 然后那时候是躺在 那个会场的学校的讲台上面 睡觉 睡了大概半个小时之后 马上起 人家要起跑 要快点起来准备 开始起跑 只要哪边有比赛 就往哪边去 渐渐的吴振宏 对全马甲青就熟了 开始将目标转到 一百公里超级马拉松 从以前 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 只能跑个十五公里 到后来慢慢的 可以跑到四十二公里 到后来目前可以 现在可以自己跑一百公里 我觉得我自己 看到我自己的极限 我的能力啦 我以前是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不可能 后来是尝试说把自己丢远一点的地方 那丢远一点的地方 你就有要想办法要回来 像我从台南跑回来高雄 我是连续跑了四五次才能够到回来 是后来就觉得有一次是晚上 不管跟自己怎么讲 在这边一定要是很可以的 为了锻炼体力 吴振宏开始长征计划 从不同县市起跑 而终点站施加 今天好像四点三十一分 路程就是跑 先跑南回公路 然后再跑平和公路 然后接台十七 然后十七再接回来高雄小港 刚好到小港捷印站 刚好是一百公里 又下毛毛雨又热又出太阳又闷 又洗山温暖 对啊对啊有点 好前半喔对 这是第三次一个人跑 一个人跑其实有好处就是 自己有自己的速度啦 你要用走的也好 像去Seven喝个两的 也不会觉得有点赶 吴振宏从2012年开始跑步 到2020年11月累计参加 300场马拉松 更在今年四月达成 100场百K赛事 其中台湾公开赛 43场 日本赛事17场 台湾超马自助赛事 25场 和朋友合组的睡不着练跑团 10场 以及独跑练习5场 每场都有时间和完赛记录 印象最深刻的落马是在 有一次在日本落马 那一次落马是 我记得我跑回到终点的时候 大家门都 电灯都关了 你自己一个人慢慢走进去 完全没有人理你 那种感觉 然后在 我记得我到时间到14个小时的时候 那时候刚好是在海边 我那时候觉得海浪的声音 就像我内心哭泣的声音一样 我觉得有时候跑百K 到最后几个完整的那个才是荣耀 所谓的荣耀的意思是 你才会感受到那个热情度 因为你跑在最后面的时候 大家全部的人都是在关注着你 然后我记得我跑在 跑经过最后的浮基山的时候 大家看到我的号码牌 全部的浮基山人员 全部都叫着我的气 全部的一起鼓掌一起拍手 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感动 仍以为历经上百场赛事的 超马达人 装备会是又酷又炫 没想到竟然是一双假脚拖鞋 我现在穿的大概是平常 我练跑的时候的装备 平常可能要跑远一点 我会再加双袜子 因为我很容易流汗 所以我要穿个袜子 不然那个拖鞋会滑滑的 我大概 应该算是两年前 开始穿拖鞋了 我之前有一阵子 有一两只指甲是黑 就黑指甲 因为你跑到 跑远的时候你的脚 有时候会肿起来 它会一直 要是穿鞋子太合脚的话 会一直撞到前面 有时候那个指甲会黑掉 所以后来我穿 拖鞋之后 就从来没有黑指甲过 吴振宏从跑步菜鸟 进化成可能是全台第一位 完成白场百K 马拉松跑者 帮助他成功的背后 这位女人 就是他 他如果坚持要做的是 我们继续的男主导 因为他也没有 其他的交进应酬 所以就时间都花在跑步这边 希望他兼顾兴趣的同时 身体健康过来 对啊 然后也要多花一点时间 在我们身上 不要再追200了 不要追200 不要 就连儿子也感受到 爸爸的改变 对他喊话 跑步的时候注意按摩 本来是黄总 我觉得都变成黑人 以前就脸 就比较胖嘟嘟 白白的 以前我还蛮白的 对于家人的体谅 吴振宏也难得感性回应 他就谢谢 谢谢他的体谅 所以照顾小孩啊 挑战完白场百K后 吴振宏每天早晚 还是保持跑步习惯 有爬得起来 早上就 就回来跑一下 三公里五公里都好 最大的好处就是当然 不会再胖回去 那第二个是 借由去跑步 可以跟朋友聊聊天 然后我可以去其他地方 去看看不一样的地方 除了工作之外 大概没有人可以强迫你做你自己不想要做的事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是可以 培养是一个 开心跟利益 所以我就是会当 就变成自己的兴趣 地方中心高雄报道